hello大家好 我是笨笨 今天是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经常用的卷发技巧 就可以比较方便快捷地卷出那种微卷发 就可以让头发蓬松起来嘛 首先就准备一个这样不算很小的卷发板 我这个是28毫米的 就这样不用卷很多次就比较快 先顺着这个卷发棒的弧度 把这个发根卷通起来 然后卷1 3的地方 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反方向拉着它 往下拉 到发尾的时候你又往回卷 这样头发就会是一个这么一个波浪型的 我最近经常头发这个头发有点短 不是很直观 顺着 然后反方向 再顺着 结果发尾把它卷回来的话 会让整个头看起来没有那么差 有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你再稍微把它这么卷回去就行了 整个头先卷一遍 先第一次卷完就把它这么梳开一下 再把头发的第一层这么拉起来 着重卷一下就发尾的地方 让这个颅顶封起来 就把我这个蓝尾稍微往外面卷一下 这么看的话 这边这种明显的头发封起来 我把这边一起卷上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发胶 等它干的时候可以稍微再把它 把它 它这种倒卷不卷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它到底是 微微卷发吧 这个发型弄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就显得头发很多很蓬松啊 就会显脸小嘛 我觉得它还挺快的 就是你熟练了之后 可能10分钟就可以把它夹完吧 反卷发嘛 重在一个凌乱 但是形状又好看 挺有少年感的 那么这些发型视频的话就在这里啦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这个发型 拜拜